口汗血, 盡情深, 追藏底天 歡迎收看警訊 KJ, 最近你打算去日本, 有沒有打算搶好日圓呢? 都有的,Samuel Sir, 你知道日圓下跌 那你打算去哪裡搶日圓? 我打算去銀行, 不過剛才經過見到很多人排隊 所以我打算去找碗店試試 之前我們報導過有受害人在找碗的時候被騙 最近我們也發現, 編徒轉移了目標去針對一些找碗店 他們會在找碗的過程中, 用不同的藉口來偷龍轉鳳 哥仔, 我數了兩次, 只有四萬四港幣 不是四萬七, 你自己看看 不是, 明明是四萬七 我不會騙你的 先生, 你別妨礙我做生意 你自己慢慢想想, 你去換甚麼? 一千元 算了, 四萬四, 四萬四 我趕時間, 或者我數錯 四萬四吧? 是 四萬四 三萬五人民幣 三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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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換水單嗎? 不用了, 謝謝 一千元人民幣 人民幣 一千元, 好 一千元四萬五 一千元五 三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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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千元一千元一千萬五 隨著香港和中國的貿易發展,越來越多的商戶會透過 找換店兌換貨幣,方便營商,但這樣也造就了不法之途落手的機會 就像剛才那樣的個案,在2011年到今年的5月已經發生了21宗 涉及的金額超過六十八萬,Lock Sir 是,Samuel,好像剛才的片段一樣,匪徒會將這些錢 首先交給這個找換店的店員,然後說自己非常趕時間 要求店員立即進行兌換,其實在這個時候,他已經將部分的錢拿走了 而找換店的職員為了服務他的顧客,又或者是一時疏忽 沒有將這些錢再次點算清楚,而令到匪徒有機可乘 Lock Sir,對於找換業界的人士,我們有甚麼賦予呢? 當你進行每一宗的貨幣兌換的時候,一定要將貨幣的數目點算清楚 尤其是貨幣曾經是離開過你的視線,或者是離開過你的櫃位的 就要再重新點算一次 千萬不要因為急於完成一個交易,而導致無謂的損失 這裏是荃灣的沙咀道,而在我背後的就是沙咀道和大河道的交界纜 來到這裏,想和大家呼籲一宗的搶劫案,希望各位可以幫忙提供消息 他鄧長,你好 你好,Philip Madam,可否和大家講解一下,這宗案件發生的經過 好,這宗是一宗慈械行劫案件 案件發生於2013年5月4日,上午大概9時15分 在荃灣沙咀道,207號地下B鋪,封城走喚行行 案件中,兩名中國籍男子,趁著走喚店東主,開鋪的時候,衝入店鋪 兩名男子用刀子下東主,並用膠索帶將他綁起 大使手略,搶走總值超過港幣30萬元現金,當中包括港幣及其他貨幣 兩名男子之後,向荃灣喉地方方向逃退 目前警方通緝兩名男性劫匪,相信與保安有關 第一名劫匪,中國籍男子,大約三十多歲,身高1.75米 犯案當時,頭戴黑色鴨嘴帽,身穿黑色長袖外套,藍色牛仔褲 黑色短髮,黑有黑色背囊 第二名劫匪,中國籍男子,年有三十歲,身高約1.65米 當時,頭戴淺色鴨嘴帽,身穿藍白色眼條襲衣,黑色短髮 除了上述兩名通緝人士之外,如果大家有任何與案件有關的消息 都希望大家盡快與我們警方聯絡 如果任何市民在今年5月4日上午大約9時15分 在荃灣沙咀道207號地下,見到案發經過或任何事要提供 請與荃灣境區重案組第一對聯絡 我們的電話是2417-5300,2417-5300 你究竟是誰?我根本就不認識你 Cache,為何每次見到你說電話都這麼生氣? Sanway Sir,剛才這個電話就說我家人有事,要我賺錢來救他 但我剛剛才跟家人吃飯,即是這個電話擺到明是白狀 阿珍不愧為警訊主持,但不是每個人都像你那樣警覺 最近滅罪委員會開會後就發現這類案件有上升的趨勢 而且還牽涉很多的金錢 所以我們在此再次提醒大家 喂? 喂?阿媽,快點來救我 你不救我死爛了 蛤?阿仔?甚麼事?你不要嚇阿媽 不要打了,很痛了,不要再打了 阿仔,阿仔,你怎麼樣? 很痛了,不要再打了,很痛了 人家的貓,你聽清楚嗎? 你兒子就做人擔保,賺了三十萬 現在錢的那個就走了,那條數是歸你兒子的 你想救你兒子就拿三十萬來 蛤?三十萬?三十萬這麼多? 你不給不要緊,我就斬了你兒子的手下來 媽媽,快點來救我 快點拿錢來救媽媽,不要呀,媽 給呀,我給,你不要斬我兒子 我求求你 那好吧,你現在馬上到銀行拿三十萬出來 然後我會教你怎麼做 你記住,千萬不要收線 不要打算報警 要不然我連腳也斬了 我想賠錢 哥仔,我有錢給你了 你什麼時候幫我兒子 騙徒就是這樣騙了女事主三十萬 電話騙案仍然是香港最常發生的行騙手法之一 騙徒要不就在這裡認親認識 假意需要金錢上的援助 要不就俄稱綁架了事主的家人 要求繳交贖款 雖然他們都是有備而來 希望看眾事主一時心煩意亂 又或者是擔心家人的安危而中他們的計 不過只要大家提高警覺的話 其實是可以避免跌入他們的陷阱的 就好像今年四月 任職夜班的士司機的楊先生 就接到一個這樣的電話 喂? 爸爸,救我呀… 蛤?你是? 爸爸,救我呀,我被人打 我被人捉住 發生什麼事? 你拿錢來救我呀 等一會,我讓你聽吧 喂,你拿錢來吧 你要多少錢呀? 你告訴我多少錢呀? 你告訴我吧 慢著 你家裡還有什麼人在? 你先等一等 警察999 楊先生 是 當你報警之後 發展是怎樣? 以及你的心情當時是怎樣的? 我報警之後 心情是15、16 自從警察到我家後 跟我說 你的兒子很安全 那我就放心 警察跟我說 你想不想捉這個賊 那你就要跟我們合作 看看給多少錢 時間地點 那我們自然會捉這個賊 但是這個賊人 沒有再打電話來 楊先生,當日你收到騙徒的電話 你好當機立斷地去報警 可不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你是怎樣識破這宗電話騙案的呢? 我就是報紙、電視、收音機、警訊 都叫我們 小心電話騙案 我每次聽電話 我都很小心 當日我兒子在學校 正在學校 對方賊人問我 家裡有多少人 當時我很懷疑 當機立斷我就報警 作為警訊的主持 最開心就是聽到有事主 因為曾經接觸過 提防電話騙案的資訊 而識破騙徒的奸計 而根據警方的調查所得 絕大部分電話騙案的受害人 原來都曾經接觸過 提防騙案的資訊 不過很多時候 都是因為一時的疏忽 而跌入騙徒的陷阱 所以不厭其煩地再一次提醒大家 若然你收到電話 對方聲稱是你的親戚朋友 要求提供金錢上的援助 又或者聲稱綁架了你的家人 要求你繳交贖款的時候 大家第一件事要做 首先就是保持冷靜 立即收線 致電相關的親人 核實事情的真偽 還有看看他們是否安全 記得千萬不要輕易相信 對方所說的話 也都不應該輕易把金錢 轉賬到其他戶口 若然懷疑遇到電話騙案 記得要立即報警通知警方 還有一點都希望大家去幫忙 若然你是找換店的職員 又或者是銀行職員 當你看到有人神色慌張 提取又或者轉賬大量金錢的時候 大家可以主動去了解和提供協助 看看對方是否發生特別的事情 因為你的關心 分分鐘可能會制止一宗電話騙案發生